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月刊的方式连载 直到2016年才推出动画 而且还是使用圣斗士御用的荒幕风格 圣斗少女祥的时间线是从银河战争开始 到打完黄道十二宫这段期间所发生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 有个老巫婆拿着苹果 在诱惑小时候的主角翔子 不可以啊 翔子 看 姐姐你怎么骂赞话 我要跟爸爸讲 看 我是叫你看啦 翔子仔细一看 巫婆手上的苹果 突然变成一条毒蛇向她咬来 千军一法之际 天蝎座米罗帅气登场 秒杀掉了老巫婆 不过她可不是英勇的王子来救公主的 米罗是奉了教皇之命来阻止邪神复活 要刺杀被邪神厄里斯选为容器的翔子 但因为姐姐翔子挡在妹妹身上 结果尼玛的米罗就这样放弃了啦 事件过后 翔子也决心要让自己变强来保护妹妹 一谎言 五年过去了 翔子在家里开的道馆和父亲相依为命 然而她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姐姐翔子 自从五年前 姐姐成为古拉杜财团优待生出国留学后 就此音讯全无 还一度怀疑是不是被卖到简朴寨去了 接下来就开始玩一些你知道的中二老梗 什么女主力气很大 饭吃一大碗之类的 然后一定会被噎到啊 跑完这些流程后 就会匆匆忙忙赶出门上学 翔子就读的是古拉杜财团创立的中学 上学途中 城户杀枝的砖车从她的身旁经过 翔子突然感觉到一股小宇宙的力量 当然她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小宇宙 就在翔子与同学在嬉闹中度过欢乐时光的同时 黑暗的势力已经悄悄渗入校园 午餐时间 翔子正在和同学吃便当 突然校园里的所有学生都晕了过去 翔子诧异的瞬间 一只又粗又黑的藤蔓 幻化成一个蓝法妖物 给了翔子不加拉提的甜脸待遇 此人正是邪精灵中代表破灭的阿特 还没觉醒小宇宙的翔子当然不是对手 千军一发之际 姐姐翔子登场 你马的翔子 翔子 取这名字是故意要来扰乱大家试听的吗 以后两人在场就一个叫大翔 一个叫小翔吧 大翔随即一招小马流星拳 诶诶 等等 给我暂停一下 别以为我疏毒的少就想骗我啊 小马背上长翅膀是怎样 收拾掉敌人后 城户杀枝也清零现场 原来大翔消失的这五年是去接受圣斗士的训练 如今以签的血汉合约成为小马座圣斗士 一旁的金法妹子也开始对小翔科普雅典娜的一切 诶 但是她的身份不是要对外人保密吗 而且本传的杀枝是到了白银圣斗士篇 才从城寺口中得知自己是雅典娜 这里明显就是一个bug啊 随后金法妹也介绍自己是海豚座的美衣 可是我看风动漫说女性圣斗士都要戴面具啊 那是一般战斗用的肤浅圣斗士 我们还是为了抢攻少女市场 研发出来的特殊单位 圣斗少女Santia 夜里翔子留在城户宅底蹭饭 正当众人在讨论翔子为何被邪神盯上时 邪精灵阿特又再次现身 有了上次失败的经验 阿特不再直球对决 而是使出了影分身之术弄了一堆替身出来 大祥与美衣立即穿上圣衣应战 混战中 一个分身盯上了若丹的小祥 本以为可以顺利拿下一血 没想到被小祥爆发出小宇宙给反杀 露出本体的阿特 一集就打趴美衣与大祥 随即拿出金苹果要直入小祥体内 明明雅典娜就在旁边却没什么作为 结果是地表最强的姐姐大祥 飞呼过来挡下金苹果 代替妹妹成了邪神厄里斯的容器 阿特心满意足地带走大祥 前往邪精灵根据地 暗之伊甸园 还横讲武德地把小马做生意还给雅典娜 为了救回姐姐 小祥主动跟沙之要了份血汗合约书 毫不犹豫地牵下他接受圣斗士的训练 成为血汗员工后 祥子在美衣的带领下 前往影铺找一位圣斗士数城班的老师 玛尤拉 据说她能在短时间内将一个废物训练成圣斗士 而玛尤拉的真正身份 其实是孔雀座的白影圣斗士 我是来参加圣斗士数城班的祥子 请多指教 你知道成为圣斗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我知道 是心 或者是爱 或正义吧 混蛋 最重要的是学费 没缴学费当什么圣斗士 给我滚 哇 你姐姐的圣意被她A走了 要杀了她再夺回来才行啊 祥子的耳边突然传来呢喃的蛇鱼 原来厄里斯的鱼毒还在她身上发酵 燃烧着黑暗小宇宙的祥子对玛尤拉展开攻击 连她的两位弟子都抵挡不住这强大的力量 这两人在动画中没有过多的琢磨 不过漫画里有介绍他们 这口吐芬芳的是蜂鸟座的西纳特 绑头巾的是小犬座的米莱 两人后来都成了青铜圣斗士 见识到祥子黑暗力量后 玛尤拉也不再留情 使出密闪破折条幅 将黑暗毒树给封印 与其让祥子成为邪神百步的傀儡 不如送她上路才是一种慈悲 被秘书封印的祥子 在失去所有感官的情况下 内心陷入交战 只要你接受厄里斯大人的力量 就能打趴这女人 而且马上就能见到姐姐了 不过亲人终究还是没有异性 来得有吸引力 祥子想起米罗温暖的公主报 说什么也不会背叛血汗合约 最后竟然爆发小宇宙 清除自身之毒且冲破封印 玛尤拉也开了先例 不收学费让祥子入门 另一方面 银河战争即将展开 独角兽座邪武第一个回到日本 期待你在银河战争中的表现 放心吧沙之小姐 我会一直担任舔狗舔到天荒地老的 某天沙之闲到在庭院里打瞌睡时 一名被送去进行圣斗士修炼的孤儿 董树出现 不过他其实早就在圣斗士的修炼中死去 如今是被厄里斯复活 成为邪灵士回来报仇 话说这邪灵士的实力实在是不怎么样 邪武一脚就把他踢得叠了个狗吃屎 你还是一点都没长进只会舔啊 谁说的我现在舔的功力更强了 斗树你的痛苦我都明白 但你签了血汗合约死好活该啊 你看啊如果能重来我一定不签啊 见斗树还是无法理解血汗合约的意义 雅典娜直接开出大绝 一把将斗树抱入怀里 欢迎回家 斗树 也不知道是因为太爽还是怎样 受到这冲击 斗树竟然瞬间就升天了啊 画面来到圣域 米罗与爱奥里亚望着天空出现的流星鱼 发现这竟然是邪恶之种 是一种会令人心里潜尝的邪恶放大的种子 如果不尽早处理 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但坐镇于圣域的教皇没有任何指示 黄金圣斗士也无法擅自行动 比格尔 看哪在这神圣的宫殿 你竟敢做那种误会的白日梦 还不快给我滚下去 真是受不了这些邪灵士 阴沉又不爱说话 身上还有一股腐臭味 你还不是制造了一个废物 送去给雅典娜超度啊 代表破灭的阿特 代表恶意的艾莫尼 代表杀戮的弗诺斯 这三人是反派的最高战力邪精灵 称呼厄里斯为母亲大人 设定是邪 邪精灵并不是人类 是由人类的邪恶之心换化为人形的 所以能够无限复活 也能随厄里斯书行变得更强大 邪精灵还有一个能力 可以通过释放邪恶之种 来诱惑凡人成为邪灵士 并操控他们制造纷争 以地位来说 邪精灵虽然高于邪灵士 但武力就不见得比他们强了 因为邪灵士有着像撒卡 或猎户座里格尔这样的异类 翔子也开始了他圣斗士的修行之旅 玛尤拉给了他最高规格的待遇 打石头 这可是历代天马座 星石光牙天马都做过的事 不过看着翔子 连最基本的功夫都不会 米莱只好扮演着历代天马座的 心灵导师 告诉他小宇宙的使用方法 另一方面 莎之在豪宅花园替死者莫哀的时候 遇到邪精灵的刺客 罗莉妹子艾莫尼 妹子的能力除了跟布偶自言自语外 还能召唤出蝴蝶来攻击 只要被蝴蝶沾染上 就会变化成翠蝶花 开始吸收宿主身上的养分 幸好海豚座美衣及时赶来 一招天使水花打退了小罗莉 也让小罗莉露出了邪灵衣来作战 没多久 美衣身上也开出了一朵朵的翠蝶花 那边的圣德士大姐姐 你为何要服从那个女人呢 那个女人根本没有守护地上的力量啊 这种问题还需要问吗 在我还不懂事的时候 就被骗签了血汗合约 要是违约我会死得很惨啊 说吧 小罗莉四周突然被水花包围 美衣一招天使水花升级版的天堂漩涡 直接就秒掉了小罗莉 结果这时候 蜘蛛男弗诺斯也出来刷存在感了 我说你们三个为什么不一起出来对付雅典娜 这样圣斗少女演到这集就结束了啊 与此同时 远在隐固的小马座圣医 也因为感觉到雅典娜的危机而发出警讯 翔子坚持要翘课先去救雅典娜 可马尤拉不准 连学费都没缴的你 不是 我是说连小宇宙都无法掌握的你 去了也是无济于事 看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 翔子怼得马尤拉哑口无言 结果换来的就是一阵皮肉痛 果然升学班的老师都是没人性的 打着打着 眼看也已经过足了打人影 加上时间也拖得差不多了 马尤拉直接一个面力传送 将翔子送走 而在城户宅底这边 美衣明显不是蜘蛛男的对手 被蜘蛛丝五花大绑的捆在树干上 原来在神话时代 雅典娜将厄里斯封印进黄金苹果 放逐到黑暗宇宙的尽头 这次复活就是要来对雅典娜复仇的 说吧 蜘蛛男走向美衣 用他锋利的指甲在美衣胸前画了一刀 住手 他有穿圣衣 这样是无法满足观众的 还是冲着我来吧 就在观众以为要送一波福利的时候 翔子突然降落到地面打断这一切 蜘蛛男对这断送福利的行为 用麻醉蛛丝缠住了翔子脖子 千军印法之际 小马座圣衣自动飞了过来 演了三集 翔子终于第一次穿上圣衣 随即切断丝线救下雅典娜 翔子有样学样的想模仿姐姐挥出流星拳 但因为还不能完全掌握小宇宙的运用方法 拳鸭只在蜘蛛男面前轻轻的划过 果然没将学费的数成班还是不行啊 恼羞成怒的蜘蛛男使出必杀技绝望之牙 但这招充其量只有痛而已 完全打不出什么伤害啊 沙之见刺客如此的霸咖 心想拼一下应该能赢 于是开始往翔子身上叠加buff 终于帮助翔子轰出职业生涯 第一发拳雷打打飞蜘蛛男 别看啊 你们这个打我 我要回去跟我妈讲 蜘蛛男打开了通往伊甸园的入口 想回去找妈秀秀 翔子看见通道的笔端是姐姐被带去的地方 竟然就不顾一切抓住藤蔓跟蜘蛛男一起走了 不过也多亏翔子散发出的小宇宙 沙之等人得到了伊甸园相对的弟弟位置 担心想死安慰的沙之 想前往伊甸园救祥子 但美衣却说她自己去就行 可是你连蜘蛛男都打不过 去了也是送死啊 所以我就更不能让小姐去冒险啊 好那就交给你了 拜 与此同时 圣玉也察觉到 过去被称为伊甸园的地方出现了神殿 教皇正打算派遣三名白银圣斗士前往调查 没想到天蝎座米罗却揽下了这个任务 此时小马座的圣衣似乎是感应到姐姐的小宇宙 翔子也不管对方是否有千军万马 直接就闯进敌人大本营 最后证实了她鲁莽的做法是对的 因为伊甸园里的守卫 比孔明摆空城记的人还少啊 诶诶诶诶 赶快让我见妈咪 我需要秀秀一下 你连这样的杂碎都解决不了 没被母亲用藤条修理就不错了 还秀个鸟啊 说吧 阿特用藤蔓举起蜘蛛男 一把就将他捏爆了 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翔子看见 翔子不愿多造杀业 直接跳过阿特 没想到却被藤蔓抓住 眼看就要坠落地上尖刺时 那个像太阳般耀眼的男人又出现了 睽違五年的米罗公主豹再度登场 阿特先发智人一招百万憎恨 用藤蔓将米罗身体捂花大绑 我等着机会已经五年了 这五年来 我靠着吸收人类纷争所留下的鲜血 才把身体养成了如今青春霸佩的模样啊 哦 原来你就是那个老妖婆啊 搞得这么麻烦干嘛 去泡菜国整形还不用五年呢 听到泡菜两次 阿特恼羞成怒一边过去 打飞了圣斗士最不想戴的头盔 你可以侮辱泡菜 但不许侮辱我的美 都一样了 斯卡雷都尼尿 结果米罗不费吹灰之力 一针就秒掉阿特 也让一旁翔子看得目瞪口呆 原来这就是位于圣斗士顶点的黄金圣斗士 米罗毫不客气的要翔子离开 随即独自往神殿内部冲了过去 翔子意识到 米罗正是想杀了被邪神附身的姐姐 于是也赶紧追了上去 来到宫殿最深处 发现米罗正在跟一位邪灵士对战 此人正是姐姐大响的老情人 原白银圣斗士猎户座里格尔 听说你拥有能与黄金圣斗士披底的实力 但某天突然失踪 连IG动态也不再更新 原来是跑来当厄里斯的走狗 哼 我也听说 你是拿白银圣斗士最没办法的米罗 连顺的师父先王座都打不过 看啊 这个时候顺还没登场 你别剧透好吗 两个男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翔子健壮趁机溜到包袱姐姐的球形容器面前 美衣也在此时混得进来 但面对逐渐被邪神附身的大响 两人却都无能为力 这是精彩啊 李格尔 中了我十四发毒针竟然还站得起来 是什么动力让你甘愿做邪灵士 不惜违背血汉合约啊 看啊 母胎单身二十几年 好不容易谈个恋爱 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做情侣爱作的事 为了这个哪怕伪神邪恶 我也在所不惜啊 米罗不想再跟李格尔多废唇舌 打算使出最强的新红毒针安达里士 连同背后的大响一起贯穿 正当两人一触即发之际 祥子突然喊了暂停 说他感觉到里面的姐姐也正在和邪神战斗 米罗不想节外生枝 直接一招前置念动坡控制了祥子行动 没想到祥子竟然靠一股蛮力想挣脱束缚 此时远在城户宅底的雅典娜又再度传送buff过来 不但解除祥子身上的束缚 还将他的意念送入容器中给大响 雅典娜跟祥子终于连结到大响的意念 不过为时已晚 邪神已经占据他的身体 祥子虽然拼命想阻止 但圣衣一下子就被打残 雅典娜也因为头一次释放出这么强的小宇宙 身体逐渐无法附和 幸好孔雀座马尤拉也在一旁帮忙 就在双方战斗呈现焦灼的时候 大响的人格突然觉醒 强行将鞋神逼出 不过鞋神打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小翔 就在他要冲过去夺射小翔的时候 被大响一把抱住 并请求米罗赶快发动攻击 将自己的连同厄里斯一起消灭 米罗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一发安打理事轰了过去 以格尔剑撞跳上前去替爱人挡刀 不过米罗最后这集威力强大 里格尔、大翔、连同厄里斯 一招贯穿完成三杀 也让他拿到了在圣斗市生涯的首作MVP 随后留下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就离开 只剩小翔在原地独自流泪 解了这么久的支线任务后 莎芝也决定要赶快推动主线任务的剧情 他告诉翔子 厄里斯已经消灭 不必再旅行血汗合约了 要翔子做回普通人 还叫人去他家回收那件被打烂的圣衣 一想到失去一个有钱的靠山 翔子难过的留下不甘心的泪水 而喜心厌旧的沙芝 也迎来一位可爱的新成员 圣斗少女小熊座的小林 另一方面 圣玉也对即将展开的银河战争有了动作 叫煌派遣了两位白颖圣斗士 盾牌座的尤安与男十字座的乔格 前去阻止圣斗士撕斗 并制裁假冒雅典娜的沙芝 同行的还有一位圣斗少女 北冕座的卡提亚 此时失业在外闲惯的翔子竟然偶遇了星矢 由于两人都是解控 一聊到姐姐很快就热络起来 原来如此 你也有一个姐姐呀 我们都要努力前进 就算你姐姐已经死了 也要继续给她空到天荒地老哦 谢谢你 星矢 接下来就是用翔子的视角 来看这场银河战争的比赛 第一战 星矢打败了大熊座的席 第二战 翔子更是到现场去看天马与龙的对决 星矢永不放弃的精神 加上天马座幻想热血的OP 在想死心中激荡出了火花 在这场天马与龙的对决结束后 圣玉派来的刺客终于找上城户沙枝 美意与小林看到来者是卡提亚大敢吃惊 因为她在培养圣斗少女的圣学院中可是学霸 而且还宣示要效忠雅典娜 如今却成了撒卡的迷妹 反过来要刺杀沙枝 行动派的小林抢先出招 指出几天七星拳 结果却被卡提亚的兵壁挡了下来 随即卡提亚还你一招宝石之类将小林冰封 美意虽然能用漩涡状的水流稍微抵挡 但被冰封也只是时间问题 看完比赛正要回家的翔子 突然感觉到异样的小宇宙 于是赶紧撇下友人冲回竞技场 正好来得及阻止要对沙之初选的卡提亚 翔子你怎么来了 你的血汗合约已经到齐了啊 沙之小姐我想通了 我没有什么一技之长 不当圣斗士会饿死的 说吧 翔子在空中比出了跟星矢一样的戳麻将轨迹 这次终于靠自己的力量挥出了流星拳 同行的两名白影圣斗士终于看不下去决定出手 此时的星矢他们都还没跟暗黑圣斗士开打 圣斗少女可说是提前越级打怪了 只见盾牌座的尤安使出了招星知重力 顿时一颗巨大重力球朝翔子等人袭击而来 一阵闪光过后 雅典娜与圣斗少女们竟然都倒在了树林里 原来是孔雀座马尤拉强行将众人转移 独自一人来到竞技场要对付三名刺客 马尤拉一上场就特别针对卡蒂亚 因为她无法原谅身为圣斗少女竟然背叛雅典娜 马尤拉也是跟沙家一样 藉由封闭自己的感官来提升小宇宙 所以当她释放出小宇宙的时候 两名白影圣斗士都不敢轻忽 只能联手对付 不过这些对马尤拉来说只是小儿科 她仅用一招类似凤义天降的炫义天舞降 就将对方三人打倒 另一方面 雅典娜等人因为闲着没事 就在林子里升起篝火 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 玩着玩着大家突然就睡着了 翔子只感觉到一股玫瑰香气扑鼻而来 身体无法动弹的她 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那最美丽的男人 将雅典娜带走 随后也跟着倒了下去 画面转到竞技场这边 马尤拉逼问卡提亚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卡提亚竟然说她的任务已经完成 雅典娜目前已被带往教皇身边 最后竟然还想以死来偿还自己的罪过 幸好马尤拉及时出手阻止 动画就这样随意带过 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漫画中才有解释说 卡提亚奉雅典娜之命去调查厄里斯的事 却遭到邪精灵袭击 差点丢掉性命 后来被善良的沙卡所救带回圣域疗伤 沙卡明知道两人是处于敌对状态 却希望卡提亚作为侍女在圣域待一段时间 直到她被雅典娜制裁为止 看到沙卡充满忏悔的态度 卡提亚一度质疑 她是在用怀柔策略来策反自己 但在圣域的这段期间 看到的都是沙卡如何情政爱民的一幕 让卡提亚内心产生的动摇 直到某天突然撞见邪恶沙卡疯狂杀人 要不是北冕座圣医 寄出着雅典娜的小宇宙 卡提亚也早就遭到沙卡毒手 后来她终于明白 有着双重人格的沙卡 一面与盘踞于内心的恶魔对抗 一面又将一切交托给雅典娜 随时等着接受制裁 于是产生了斯德各魔症候群 自愿接下将雅典娜带来教皇身边的任务 希望雅典娜能救赎沙卡 另一方面 被阿布罗迪带走的沙枝也在教皇神殿醒了过来 这也是她第一次见到沙卡本人 沙卡留下忏悔的泪水 希望雅典娜用手杖制裁她 就在两人谈话间 沙卡发色突然改变了 邪恶人格上升了她 拿起黄金短剑就要刺向雅典娜 幸好善良人格及时出手相救 开启异次元空间将雅典娜送走 最后也在阿布罗迪带领下平安回到城户宅邸 阿布罗迪也是早就知晓沙卡秘密的人 她坚信能贯彻自己心中正义之人 才称得上美丽 可如今沙枝只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子而已 她想要继续观察在今后的战斗中 沙枝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神 说完就消失在了花丛中 圣学院是城户光镇所创立 专门培养侍奉雅典娜的圣斗少女学校 但今天不幸死神找上了门 沙卡了另一个死忠迷地迪斯马斯克 只用了招积师器明界波 就埋葬掉所有学员 唯有先后座艾尔达 正好出去飙车才逃过一劫 虽然身为少女吴小强之一 但艾尔达戏份少得可怜 十集的动画她登场可能没超过五分钟吧 不过在漫画里 她和谢哥可是有着交缠不清的宿命 本以为是因为立场不同 教皇派谢哥来剿灭圣学院 直到艾尔达被打入黄泉笔梁版 才发现真相 虽然邪神厄里斯被消灭 但一些残存的邪灵 仍一直积去力量等待复活时机 而学院这些小宇宙尚未萌芽的妹子们 刚好是他们最喜欢的宿主 所以教皇才会派灵体的克星谢哥来消灭他们 可是你也不能为了消灭厄里斯的残党 就牺牲掉学院所有的人啊 看啊你到底有没有看过圣斗士 我的设定就是不管什么无辜者通通消灭的啊 在后面的剧情里 谢哥更是扮演着艾尔达导师的身份 即使在十二宫之战死了 也会不时出现在艾尔达意念中激发他小宇宙 可谓是完全洗白啊 另一方面 雅典娜也得知学院被消灭的消息 圣斗少女们都难掩激动的情绪 想替学妹们报仇 但突然现身的魔灵却浇了他们一桶冷水 认为凭他们目前的实力 连五小弱都打不过 还想去对付黄金圣斗士 想死听到这话也忍不住了 叫魔灵出来外面定狗屁啊 魔灵嫌太麻烦 叫他们三个一起上 结果轻松两招就撂倒美衣与小灵 可恶 看星矢传授给我的流星拳 哼 星矢算三小朋友 流星拳还是我交给他的 哇 原来你是我施工啊 由于主线故事已进行到快要打十二宫 莎芝便要魔灵代为指导三名圣斗少女 米莱与西纳特也找到木帮忙修复小马做圣衣 学霸卡提亚更是在马尤拉指导下重获新生 就在莎芝前往十二宫的前夕 三个被星矢打败的白银圣斗士 成为邪灵士复活 结果被学成回来的祥子等人一招秒杀 这三人也是够倒霉了 到了冥王篇 同样又被抓出来鞭尸一次啊 圣斗少女原本也想随沙芝一同前往十二宫 但此时却接获马尤拉传来的消息 在厄里斯神殿的遗迹中 有大批邪灵蠢蠢欲动 如果邪神之手触击到那边 事态将不可挽回 于是沙芝派遣三名圣斗少女前往支援马尤拉 十二宫之战还是交给更强的吴小强比较保险 众人就这样兵分二路两地开打 来到伊甸园遗迹 果然大批邪灵聚集在此 虽然打人不行 可打这些没实体的家伙 圣斗少女们倒是挺给力的 祥子由于城市邪神容器 更容易招来邪灵附体 打到一半 他就感应到沙芝被黄金剑射中 然后自己也倒了下来 不过这段主要就是借由祥子的视角 带大家一窥十三年前 沙卡叛变的来龙去脉 以及十二宫之战的精彩回顾 虽然只有静态图像 但重新绘制的场面都很精致 可是尼玛的祥子 就这样一躺躺了十二个小时 从第一宫一直躺到最后的教皇宫决战 这里的内容是采圣斗士漫画原作的剧情 新史用雅典娜之盾 清除沙卡体内的恶魔 最后沙卡在雅典娜面前挥拳自尽 跟圣斗士TV版内容略有不同 看这版原作重置的感动会比较多 就在沙卡死后 伊甸园的邪灵们突然变得安静 天空也出现异样的红色光芒 玛尤拉解释 这是因为圣域充满纷争的小宇宙 又将厄里斯的灵魂召唤回来 话音刚落 突然就从地底钻出树根藤蔓 出其不意的将祥子给拽了下去 洞穴深处竟然是美丽的伊甸园 以及姐姐祥子 而在圣域同样感受到邪神小宇宙蠢蠢欲动 由于吴小强目前全躺在病床上 雅典娜决定带着圣斗少女前去阻止厄里斯复活 圣域仅存的黄金圣斗士们也按捺不住了 请求雅典娜像相信星矢他们那样带他们前往 选我选我 傻家不在 这里我最强啊 靠腰 没打打看怎么知道你最强啊 别吵了 不过毕竟圣斗少女又名米罗外传 雅典娜还是选择米罗与他一同前往 画面来到伊甸园这边 大祥不断的诱惑小祥留在伊甸园和他一起生活 就在小祥心智快要被控制的时候 雅典娜跟米罗及时赶到 看到大祥如今的模样 雅典娜要小祥看得开 姐姐已经完全被邪神附身回不去了 讲得好像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突然大祥拿出黄金苹果 朝雅典娜欧拜打了过去 看我剑巴都还没好 你要打这里 雅典娜身上的是诅咒之纹 当纹路覆盖满全身 他的灵魂就会永远消失啊 说吧 大祥便消失在现场 从伊甸园地底浮现出新的厄里斯神殿 代表新的战斗又将展开 结果宫殿好像完全没守卫一样 孔雀座玛尤拉直接就来到厄里斯面前 先前被米罗干掉的邪灵士猎户座里格尔 也靠着厄里斯的力量重生 当代两大白银高手立即展开对决 身为女性圣斗士大姐头的玛尤拉 还是略胜一筹 大祥本是玛尤拉好友奥利维亚之女 13年前萨卡刺杀雅典娜的那场叛乱 身为首席圣斗少女的奥利维亚也惨遭不幸 此前将两个女儿托付给了玛尤拉 而就在玛尤拉带着两姐妹要逃离圣狱时 倒霉遇上了刚解决掉爱奥罗斯的修罗 由于教皇有令 现在是非常时期 擅自离开圣狱的一律视为爱奥罗斯的同党 于是玛尤拉就惨遭圣剑无情的攻击 这也是为什么她全身都绑着绷带的原因 最后虽然从修罗刀下侥幸逃脱 但由于伤势过重已经奄奄一息 幸好遇到拒绝做了爱奥 才喝下圣水保住性命 两姐妹也在爱奥的保护下被送离圣狱长大 可如今看到大响已完全跟邪神合而为一 玛尤拉只能感叹地替好友大义灭亲 不过仅凭拔影之力毕竟难跟邪神抗衡 厄里斯轻松一招就将玛尤拉打入了异空间 木屋 你听到了吗 我搞砸了 雅里纳又死一次 邪神也成为完全体复活 你们马上全员过来一起打爆厄里斯 没办法 众人也是忙得不可开交 圣狱目前正遭到大批邪灵士入侵 最多只能应挤出一个爱奥里亚过去支援 你看啊 我明明看到都是青铜圣斗士在打 你们哪有忙啊 不然多来一个牛哥也好 三人还能用AE啊 抱歉 收不到讯号 先挂了 掰 你看啊 回去再找你算账 你叫祥子吧 侍奉雅典娜是你们圣斗少女的职责 我直接去打魔王了 掰 另一方面 潜入神殿的爱奥里亚一路势如破竹 终于来到位于地底的纷争树核心部位 只要将根部切断 神殿就会崩塌 不过当他破坏大门进入时 却来到了异次元空间 挡在他前面的还有死去的哥哥爱奥罗斯 哼 这都是幻觉 吓不倒我的 就算是黄金圣斗士 面对自己的亲人 出拳也会变得不坚定 其实只要一直用这面孔来作战 一定能打倒小爱 但对方偏偏要露出大爱这呲牙裂嘴的表情 小爱看了当然会反感 随即启动了自古对拨左边书的定律 一拳打爆假冒的大爱 破除异次元空间 结果就如大家所想的一样 背后操纵这一切的就是恶撒 由于善良萨卡已在雅典娜面前自尽 另一半邪恶的人格在厄里斯帮助下复活 现在也不用担心善良萨卡会来阻碍自己的野心 随即一言不合的两人 摆出了千日战争的形态来战斗 与此同时 在神殿各处也都纷纷捉对厮杀 首先是海豚座美衣在一个品位不怎么好的房间遭遇到熊妈吉的攻击 别躲躲藏藏了快出来吧小萝莉 好久不见了雅典娜的女仆姐姐 你靠腰你怎么变成大萝莉了 我在母亲大人的眷顾下长大了啊 而且力量也变得更强了呢 小萝莉一个弹指就弹飞美衣 接着使出一招无邪忧郁将她打趴在地 并告诉她雅典娜灵魂被封印之势 听到雅典娜又快要死了 美衣回想起 虽然从小就被骗来签血汗合约 可是沙芝从来就没有把她当马骑 为了报答小姐恩情 美衣又站了起来 真笨 竟然为了雅典娜连命都不要 相信别人最后也只是被当成抹布一样扔掉啊 我们圣斗士有姐控 弟控 妈控 妹子控 而本女仆我就是货真价实的主人控啊 说吧 美衣又大脚一踢使出天堂漩涡 结果小萝莉就这样又死了啊 不过漫画中还加了一段小插曲 美衣被小萝莉绝招打中时 真的差点要GG 为几时刻 北冕座卡提亚登场救援 小萝莉的蝴蝶根本碰不到她的身体就被结冰 卡提亚也发现整个房间充满了使人产生幻觉的花 美衣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才会中招 于是直接一个冰封打碎空间结界 就在她要动手干掉小萝莉时 美衣站了起来 说一定要亲手教训这个死小孩 最后也是一样一脚就把她踢死了 而在翔子这边也是遇到复活的阿特 由于要一边作战还要一边保护雅典娜 翔子显得有点左之右处 就在快要被藤蔓刺穿的时候 一道水晶墙挡在她和雅典娜面前 白羊座的木替翔子接下了这场战斗 阿特自以为聪明 让藤蔓从地底穿过水晶墙 但木只是小小发动了一下念力 藤蔓就不受控制的回头反绑了阿特 接着一招星光灭绝直接将她送回母亲的怀抱 此时整个神殿突然动了起来 木感觉到案情并不单纯 怀疑邪神的目的可能是要利用神殿去冲撞圣域 翔子主动提出要去见姐姐阻止这一切 木也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 于是替她担任护卫雅典娜的工作 用面力将翔子送入厄里斯的神殿 另一方面 无孔不入的邪灵士已经入侵到了十二宫 刚接到报告 白羊座的木正在厄里斯大人的神殿 我们可以顺利突破第一宫啊 Credo Home 有我老牛仔谁都别想通过第一宫 诶 靠腰啊 原来自古经流第一宫的传说是真的啊 为了怕厄里斯将触手伸到死去的黄金圣斗士身上 沙迦也守在了圣域地下的灵安士 动画里她只是出来露个脸刷一下存在感 但漫画是真的有个新诞生的邪精灵 跑来骚扰王者 被沙迦一招天魔降伏给秒杀 先前跟卡提亚一起来刺杀雅典娜的两位白银圣斗士 也获得雅典娜赦免 重新回归圣域 在圣域帮忙清除入侵的邪灵士 然而这一切的送死行为都是厄里斯故意为之 因为人间只要有战斗的意念产生 纷争大树就能越快速的成长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厄萨跟艾奥里亚的战斗 不出意外 圣斗士的千日战争通常都半日就结束 厄萨的力量远超出小艾的预估 竟然能在千日战争的姿态下 拽住小艾双手呈现交叉状 近距离且无防备地给了小艾一招银河星爆 估计小艾血条差不多就快要被打完了 我只用了一半的力量 特地留一口气给你是要让你明白 半吊子的人类是不可能守护这座大地的 你如果再回来为我效命 年薪可以double 看啊 我被零年薪的血汗合约绑约一辈子 要怎么签其他合约啊 那你就消失在这世上吧 再次接下扼撒绝招的小艾本该灰飞湮灭 幸好本篇的主角米罗关键时刻救援 缓冲了部分星爆的威力 但这一爆也让神殿的豆腐渣工程完全曝光 看原来这里也有大秘宝啊 喂没时间挖宝了快上我的车 少女吴小强最后一人先后座艾尔达及时归队 骑着野狼125豪迈穿梭在神殿中 卡提亚也遇见刚战斗结束的美伊 两人一同组队 圣斗少女们都不约而同朝最终战场前进 被木用面力传送的祥子速度最快 直接来到神殿内部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上前一步的 你在干什么姐夫 我是打算替你救回真正的姐姐啊 看你还敢说 就是你害你姐变成邪神的 本来我都快要可以破除 呃不是我是说 本来我们都快变成人人称陷的神雕侠侣 就是因为你的自私害我死都无法升天啊 说吧两人便交起手来 祥子实力虽然有所提升 但还是陷入苦战 战斗中祥子无意间发现里格尔悲伤的眼神 这个人难道是 看原来破除对他来讲这么重要啊 要打败他必须超越这份执念才行啊 就在这时 漂流在异空间的玛尤拉突然现生 他告诉祥子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从神话时代开始 最爱打架的雅典娜就跟邪神厄里斯势不两立 打出人家的厄里斯被雅典娜封印在黄金苹果之中 埋葬在妖星雷帕鲁斯的轨道上 过了数千年 终于等到妖星最接近地球的时刻 邪神就趁机降临在地上寻找可依附的容器 结果刚出生的祥子也不知道在哭三小 邪神就被他声音吸引绑定了他的肉身 知晓这一切的大祥从那一刻起 就决定牺凶自己来保护妹妹 祥子与里格尔这一战也没什么精彩热血的成分 只能说是主角光环加上玛尤拉的buff加成 在配合姐夫放水的情况下打赢 最后内殿的大门打开 姐姐大祥抱着雅典娜的头颅从内殿走出 不过别紧张 这颗头颅只是黄金苹果变得不会被黄标啊 祥子看见代替他成为邪神肉身的姐姐 内心也是十分内疚的赏他一发流星拳 结果当然是毫无悬念被加倍奉还 这时少女吴小强们正好全都来到现场 大家为了刷打王的积分排名 统统放大招打了过去 不过这打中邪神的几率 比观众看的影片点赞的几率还低啊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玛尤拉又现身了 这次不仅现身而且还现身 动画也没交代他是如何从益次元跑回来 而且还跟姐夫连成一线 不过厄里斯轻轻挥动一下手杖 两人就飞出去了 靠腰玛尤拉变成垫背是怎样啊 别过来 好好想一下每部圣斗式魔王都是怎么打死的 大家要把小宇宙都集中在一人身上才行啊 可是这很老梗啊 废话少说快点照做 少女们听从玛尤拉指示 将小宇宙集中在祥子身上 帮助他使出了小马会心拳 这集虽然没对厄里斯造成什么实质伤害 却将黄金苹果从他手中打落 解除了雅典娜的封印 雅典娜重新回到战场上 帮受伤的圣斗少女们施加大骨血的魔法 大家别中了厄里斯的诡计 他并非要夺取我的性命 而是封锁我的灵魂 让圣斗士们互相争斗 将产生的能量储存在这伊甸园之中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撤退吗 靠呀我也不知道耶 相信大家对这里的战斗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们还是来看看 主角米罗跟二萨的对决 这里动画跟漫画的差别就很大了 先来说说漫画的部分 漫画的主角依然是米罗 由于受到二萨重创的埃奥里亚 只剩发出一拳的力量 米罗要他先在一旁集气 等候时机一拳打爆核心 自己则是与二萨展开战斗 米罗的星红毒针对二萨完全起不了作用 就在大家想着米罗会不会被秒杀时 二萨的脚突然无法动弹 原来米罗在一瞬间将数十发毒针 集中瞄准二萨的脚 埃奥里亚也趁着机会 挥出闪电光束拳打爆核心 最后二萨露出诡异的笑容离开 不过在动画里 主角成了埃奥里亚 小时候的他悟性谣言 将哥哥当成叛徒而憎恨自己 这个心结一直在小爱心中无法解开 他今天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彻底了断 米罗则成了负责打爆核心之人 二萨早就看穿两人的计谋 用藤蔓牵制住米罗的行动 再使出银河星暴对小爱不断的轰炸 埃奥里亚爆发小宇宙 一拳打飞二萨 比罗也挣脱束缚 安达里士朝树的核心轰了过去 终于成功破坏核心 让神殿崩塌 漫画中的这段剧情 厄里斯只是暂时撤退 雅典娜也还没从邪神封印中被救出 最后圣斗少女是在月神帮助下才救回雅典娜 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新的篇章 动画由于要在此做个完结 所以改了剧情 面对邪神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的窘境 翔子主动站出来 并拖去身上圣衣朝厄里斯走去 他希望邪神能放开姐姐 来找她这个第一顺位被选上的肉体 在邪神被逼出姐姐体内后 翔子用自己身体当邪神容器想封印她 危急时刻 小马座圣衣自动跑来护主 翔子终于靠自己的蛮力把这条大蛇拉出身体 随即补了一发小马会心拳打晕她 再靠雅典娜小宇宙将邪神重新封印回金苹果 又一次放逐到宇宙的尽头 最后就是合家欢的大结局 厄里斯神殿崩塌 姐姐翔子获救 里格尔也决定投胎重新交一个女朋友 但就在片尾曲播放完毕后 动画组也留下一个彩蛋 被打倒的二莎并没有死去 而是觉醒为战神阿瑞斯 接住黄金苹果为下一季的动画留下伏笔 不过最后证实并没有第二季动画 纯粹只是邪恶万代为了推销新玩具而已 以上就是圣斗少女祥动画版十集内容 漫画后续还有一大段故事挺精彩的 但可能因为卖不好 出版社后面也没有代理了 我在网路上也找不到漫画的结局 所以只能残念无法再讲下去了 另外风动漫 圣斗士剧场版跟黄金魂影片 都中了版权炮只好下架 网路上那些什么缩小版面或禁射倒播 这些小技巧都是都市传说没用的 该炮你的时候Google一定会炮 所以订不订阅不重要 按不按赞也没关系 只要有余力的话 用超级感谢请大叔喝杯饮料就好 不用到咖啡那么奢侈 大叔都喝30元的茶饮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